画面上是基隆灯塔教育节 规划在基港大楼二楼的教育论坛 由国立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系主任刘惠美 担任论坛主持人 邀请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有特教实务经验的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林子健 与新北共疗国小校长杨小梅 担任讲者 共同讨论对于特殊教育未来的愿景 由于小爱爸爸谢国良 走过一段辛苦的历程 特别从家长的角度出发 呼吁各界对于特殊教育 要走向融合跟同理心 今天的特教论坛非常有意义 我们有在分享如何把特教孩子 跟一般孩子做更好的融合 那当然教育的内容的确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主要那个环境我们是要倡导 然后要让跟一般的孩子能够了解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可以跟特教孩子融合 那我举我在三年前办的小爱公益乐园 是给特殊孩子来玩 但一般孩子如果来玩就要共同的去理解 跟接受融合这样的概念 那这融合概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时段 是设计给特教的孩子 然后你要让这些其他参与的人了解到 他们是这个环境的主角 那只要有了这样的体认即便回到了一般的教育环境等等 有了这样的体认我相信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就能够理解 他们的工作当碰到特教孩子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 我觉得孩子还很多孩子还小 所以他们不一定了解他们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靠环境协助打造出一个 更融合的环境 也就是我所提倡的有爱的一个环境 分享过程中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也期盼融合教育能逐步落实在基隆各校园中 我也拜托各校的校长有机会的话 多体谅一些这些特教的孩子跟爸妈 然后可以在小小的一个时段帮他们设计一下 绝对不是说全面性而且全天性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时段 能够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是以特教为主一般为辅 这样子的环节设计出来而且执行下去以后 即便你回到了主流的教育环境 家长跟学生也会有比较多的体认 这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的分享 希望能够对我们未来打造特教环境有点帮助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也积极推动特殊教育政策 包括辅导全市幼儿园国中小学有专任特教老师 教育处也规划争取冲牙肌 帮助特教生牙齿保健 未来也将持续将基隆打造成共荣 有爱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